咖啡飙汁有没有双11做手家用咖啡机的小伙伴们 扣一下 你看我多贴心 知道你们刚买了 这波教程马上就来了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一讲 大家在家里边怎么要用你刚买的那台咖啡机来打奶泡 奶泡的教程呢 我们之前很久之前就讲过 想看的可以翻翻看我们远古17派的教程 我们系统很全面的讲了奶泡打发的原理 方法以及技巧 时隔这么久 是时候更新以及新的教程 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预算都不一样 那买到的咖啡机的型号也不一样 那所以呢每个人用到蒸汽的大小 以及蒸汽孔树的数量也不一样 那有的人呢他的咖啡机是单孔的 有的人那是双孔的 那有的人那是三孔的 有的人呢是四孔的 那不同孔树和强度的这个蒸汽啊 他们打发奶泡的方法 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那家用咖啡机呢 关于使用的场景价格等因素 那通常来说呢 他是没有单独的蒸汽锅炉的 所以呢蒸汽的强度上会弱一些 那么通常呢 那蒸汽棒就是一个孔 或者是两个孔 那他打奶泡的方法和三孔四孔的方式啊 是不太一样的 为啥不一样 那这就要从奶泡打发的步骤来说起了 一线三连起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我之前的奶泡教程啊 我有讲过 打发奶泡要进气旋转 最后停止进气来打棉 那怎么样判断这三个声音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有意思了 事实上啊 不同个数的蒸汽孔术 在这三个步骤上是需要调整的 那首先说一下 在奶缸的选择上 那打发奶泡最好选用的是 350毫升到450毫升之间的小耗的奶缸 第一容易控制奶泡的打发量 第二 判牛奶 另外呢 一孔和二孔的这个蒸汽棒啊 由于孔术的限制 以及蒸汽强度它比较弱 那小的奶缸呢 它更容易让牛奶啊 在这个拉花缸里边旋转起来 那单孔和双孔的蒸汽棒呢 它打发奶泡的这三个步骤啊 是需要区分开的 首先要单独的在牛奶的表层进气发泡 那等到上长的奶泡量足够了之后呢 那再把蒸汽棒微微的伸入进来 那进行一个旋转 停止进气 打棉 这样的一个步骤 那另外呢 单孔的在前期进气的这个阶段啊 最好不要全开蒸汽 那不然啊 你可能会控制不好这个奶泡的保厚度 一下子有可能奶泡打飞了 或者是进气进厚了 所以呢 最好是半开 那奶泡发起来之后呢 再加大蒸汽的强度 来旋转奶缸里边的牛奶 进行最后的打棉 另外啊 最后关掉蒸汽之后 最好原地停两秒 因为有一些尾气 它在蒸汽里边 所以这种方式呢 比较适合家用者以及新手 因为这种方式 它的容错率很高 那操作的难度适当的小 而且对于新手来说非常适合 是非常容易来掌握的方法 那接下来说三孔和四孔 三孔四孔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孔数多 那再加上三孔和四孔啊 它的蒸汽的强度会相对较大 那么在打发奶泡的步骤上 就可以把第一步的进气和第二步的旋转 同时进行 因为蒸汽孔多 那打发奶泡的时候啊 就可以在牛奶的表层 多露出一个孔 或者两个孔来进气 那另外两个孔呢 在牛奶液体下面负责产生 牛奶的漩涡 那这就是为什么 这种多孔的蒸汽棒 它可以让前两波同时进行 那另外啊 在打发的过程中呢 根据目前拉花缸里边 奶泡旋转的高度来判断 自己是否已经达到了 需要的奶泡量 那如果不够就再继续一小点一小点的微量进气 如果够了 那就把蒸汽棒往下伸入一丢丢来停止进气 那最后再继续打面奶泡就好了 那这种方法下呢 打发效率会更高 精确度也会更高 奶泡也会更丝滑 但是就是技术不容易掌握 很容易在边旋转边进气的时候啊 那手一抖或者是输一下 一下子就进了很多大气泡 那所以啊 这种方法更适合 有经验丰富的老手 所以相对来说啊 单孔和双孔的蒸汽棒 会更适合新手司机 三孔和四孔的蒸汽棒 更适合老司机 那好了 奶泡打好了 打好的奶泡要怎么去处理 这非常关键 因为我们最好用另外一个奶缸 把打好的奶泡沿着缸壁 换到另外一个缸子里边 这个缸子最好是容量大一点的 那通常啊 拉花缸子的容量最好是杯子的两倍 那比如你用的是300毫升的大小的这个杯子 那拉花缸的容量最好是600毫升 那能够让你在制作拉花的时候啊 更容易控制角度 通常用单孔双孔的奶泡打得好的小伙伴啊 如果你突然换成三孔而四孔 就会很不习惯 因为要摸索很久才能打好 那其实就是这个打发的步骤和方法 要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 那今天这一期教程 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点赞周三转发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 看到我们的视频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祝我们下期再见 超纹的那一期 那是有节目的 那应该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里面会下期再见